你知道吗?不吃糖,血糖还是有可能会飙高哦 你是不是也常很纳闷,自己明明不吃糖果、蛋糕这类甜食 为什么检查出来血糖还是飙高? 你以为只要不吃甜的,就能稳住血糖了吗? 很多人会来问我,宽宽医师,我明明很少吃糖了 为什么我的血糖还是控制不下来? 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 不吃糖,血糖还是高的控糖迷思吧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宽宽医师的频道 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一起关心你我肾脏健康 我一直强调,极简护肾 护肾并不复杂,我们不需要依赖神奇的产品或繁琐的疗法 只要简单的改变一些生活习惯,就能守护肾脏健康 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 用最简单的方法,让肾脏更健康 主题 吃起来不甜,不代表不会血糖升高 你可能会想我都已经忌口了啊 蛋糕,手摇引,巧克力通通戒掉了,为什么血糖还是飙高? 哎呀,这正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迷思哦 我们平常说的血糖是指血液中的葡萄糖浓度 而会让血糖上升的并不是只有那些甜滋滋的糖 像是糖果砂糖而已哦 真正影响血糖的范围更广 是那个有字部的糖 也就是我们熟悉的碳水化合物 这正好呼吁了很多朋友的疑问啊 什么?原来很多吃起来完全不甜的东西 其实也会让血糖升高 没错,让我来举几个例子 一定会很有感 首先我们必须认清各种会影响血糖的糖类 也就是有字部的糖 也就是碳水化合物 第一,精致糖 像是白糖、黄糖、红糖、黑糖 还有高果糖、玉米糖浆这些加工糖 它们几乎不需要消化 快速进入血液 会导致血糖迅速飙升 这就是我们控糖时首先需要戒掉的 第二,天然糖分 这存在于水果和牛奶中 虽然是一些天然的来源 但对身体来说 消化后一样会被转变成葡萄糖 所以即使是天然的 摄取过量 还是可能会让血糖升高 第三,主食与根筋类 更广泛来说 这些有字部的糖 就是属于碳水化合物的一种 包含我们吃的米饭 面条、馒头、面包等主食 以及马铃薯、地瓜、玉米、南瓜 这些根筋类食物 它们吃起来虽然觉得不甜 但消化后一样会变成葡萄糖 进而影响血糖值 让我来跟大家分享小花婆婆的故事 小花婆婆刚被诊断出第二型糖尿病前 为了控制血糖 下定决心戒掉所有的甜食 早餐她只吃两片全麦吐司 心想着全麦的健康又好 饭后血糖应该会很低吧 结果血糖抽起来还是高得很吓人 她很沮丧跑去问医生 为什么我已经吃这么少了 血糖还是这么高 这就是很典型的误区 很典型的迷思 很多吃起来完全不甜的食物 反而是糖类的大户 像是我们每天吃的主食 例如白饭、面条、馒头、面包、还有马铃薯、地瓜、玉米、南瓜 这些根筋类 虽然不是甜食 但消化后都会被分解为葡萄糖 让血糖飙升 所以即使是看起来很健康的全麦吐司 两片就含有三到四份的糖 如果没有搭配足够的蛋白质或蔬菜 饭后血糖仍然会飙高 另外别忘了那些你可能没有注意到的隐藏糖分 像是煮菜时我们勾芡用的太白粉 玉米粉 这些都是淀粉 消化后一样会变成葡萄糖 炸鸡外皮酥脆的那个面衣 甚至会加上很多调料和酵料 为了口感也会加了不少糖 这些都是你舌头尝出来不甜 但却会悄悄推高血糖的地雷 甚至连一些看起来很健康 吃起来没有很甜的水果 比方说芭乐或苹果 它们也有天然的果糖和葡萄糖 一样要注意摄取的分量 而不是说吃起来不甜就可以拼命疯狂地吃 所以光靠舌头来判断食物会不会影响血糖 是非常危险的 吃起来不甜不代表不会让血糖升高 真正该关注的是碳水化合物的总量 这才是控糖的第一步 主题二 身体自带的灶糖工厂与刹车失灵 好现在你知道了我们不甜的碳水化合物 也可能会让血糖飙升 但事情还没结束 接下来这个原因可能会让你更意想不到 我们身体也会自己制造糖 我来说说陈先生的故事 陈先生非常自律 饮食很清淡 晚餐后到隔天早上都坚持不吃任何东西 他以为这么长时间空腹血糖肯定会很低 结果每次早上量空腹血糖 数字依然居高不下 陈先生不禁怀疑 难道我身体会自己制造糖吗 答案是会的 这个生理过程叫糖值新生 Gluoconeurogenesis 听起来有点违反直觉 但确实是存在 即使你完全没有吃任何东西 或是饮食中完全没有碳水化合物 你的身体主要是肝脏 还有一部分的肾脏 就会利用其他的来源来制造葡萄糖 这些来源主要是像蛋白质分解出来的氨基酸 以及脂肪分解出来的肝油 然后转换成葡萄糖 这其实本来是身体的一个保护机制 确保像大脑和红血球 这些随时需要葡萄糖的器官 不会被断粮 不会缺糖 那是不是很神奇 人体自带一座造糖工厂 但问题是 这座造糖工厂 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过度的活跃 甚至失控 尤其是在有胰岛素阻抗的人身上 打个比方 胰岛素就像是一把钥匙 它负责打开细胞的大门 让血液中的葡萄糖 能够进入细胞 被细胞利用来稳定血糖 当身体有胰岛素阻抗时 细胞的这个钥匙孔 就有点像生锈啊 不好使用 门不好打开 这时候身体就会分泌 更多更多的胰岛素 才能让葡萄糖进入细胞 藏起来 胰脏为了分泌这些胰岛素 会非常疲惫 功能逐渐衰退 这是很多第二型糖尿病患者 胰脏功能会退化的原因之一 那这跟肝脏自己造糖有什么关系呢 关系非常大 胰岛素除了帮助葡萄糖进入细胞以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 是告诉肝脏 我们血糖够了 不要再制造糖 它就像血糖调控的刹车 会抑制糖质新生 然而一旦有胰岛素主抗 细胞对胰岛素就不敏感 肝脏对这个刹车讯号 也就会反应变差 结果就是 即使我们身体血糖已经不低 甚至很高 肝脏仍会过度进行糖质新生 把血糖持续推高 把糖倒到血液之中 所以陈先生即使没有吃任何东西 肝脏还是拼命在造糖 导致血糖莫名其妙的升高 这也是很多人早上空腹血糖 反而偏高的原因 总结来说 高血糖不只是吃进去的问题 更是你身体内部调节血糖 这个精密机制 是否正常运作 是否平衡的结果 主题三 造成血糖的黎明现象 与缩磨肌小硬 最后我来说说菜奶奶的故事 菜奶奶跟我说 宽宽医师 我睡前血糖量起来明明都很正常啊 为什么我睡起来早上一量 血糖反而变高了 她非常困惑啊 难道睡觉也会让血糖升高吗 菜奶奶的疑惑很普遍啊 这通常是两种特殊的生理现象在作怪 分别是黎明现象和缩磨肌效应 黎明现象 这就像身体为一天做早晨的充斥啊 通常在凌晨三四点后 身体会自然分泌一些荷尔蒙 例如生长激素和皮脂醇 这些荷尔蒙会让血糖升高 目的是帮助你有足够的能量起床 迎接崭新的一天 对健康的人来说 此时胰岛素会立刻跟上 维持血糖正常 但对糖尿病患者来说 若胰岛素分泌不足 或者胰岛素阻抗无法有效利用 就无法及时压低血糖 导致早上血糖偏高 这也可能与前一天晚上摄取 过多碳水化合物有关了 第二个是缩磨肌效应 smoky effect 这是身体的一种反弹保护机制 如果你半夜血糖 因为药物过量 或者晚餐碳水化合物摄取不足 长时间空腹 甚至是剧烈运动 而使血糖降得太低 身体就会启动一个反向的调节保护机制 大量分泌生糖荷尔蒙 试图把血糖拉回来 结果就是血糖像弹簧一样反弹 导致早晨血糖反而更高 那我们要怎么知道自己是哪一种 是黎明现象还是缩磨肌效应呢 一个很简单的方式是你在半夜三点左右 一起来测一下血糖 如果血糖从半夜开始就慢慢慢慢 逐步往上升高 属于黎明现象 但如果血糖在半夜事先降到很低 再大幅升高 则是缩磨肌效应 了解原因就能够帮助医生更精准的 调整你的药物质量 这两种现在说明血糖调控非常复杂 并不是你没有吃糖就一定会低血糖 身体内荷尔蒙的变化对空腹血糖的影响很大 总结一下今天的内容 今天我们彻底打破了 不吃糖就不会高血糖 也不会糖尿病 这个迷思 你已经知道 第一高血糖不只来自于甜食 还有那些不甜的碳水化物 第二身体失控的造糖工厂和刹车失灵 也就是糖脂新生与胰岛素主抗的关系 第三造成少成血糖上升的生理反应 黎明现象与缩磨肌效应 真正的控糖并不是痛苦的戒掉所有食物 而是一场关于理解与平衡的艺术 逆转高血糖其实重点是在你我手中 这里有三个现在你就能执行的关键行动 第一均衡饮食 我们要控制碳水化合物的总量 并多元搭配蔬菜 油脂的蛋白质和全骨杂粮 这样就可以吃得健康又稳定血糖 第二规律运动 规律运动是改善胰岛素主抗的关键 每周至少运动150分钟 中强度的运动可以帮助胰岛素顺利发挥作用 第三健康作息 充足的睡眠与有效出压 对血糖稳定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一个良好的健康作息习惯 控糖是一场需要耐心与坚持的马拉松 逆转胰岛素可能需要数个月甚至一年 但只要能掌握原因并持续行动 你就能够真正掌握健康 影响更有活力的人生 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感谢大家的观看 希望今天的分享对你们有所帮助 能够对于血糖有更深的了解 如果喜欢我的内容 欢迎按赞、订阅、分享、开启小铃铛 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 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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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